这两天微信朋友圈里面 微信群大家都在热烈的讨论一件事情 说的是上交所有一些新政 上交所自10月8号开始延长 接受指定交易申报的指令时间 其实这个延长只是延长了 当初被暂停的五分钟而已 很多人就说交易时间提前了 或者说增加了 其实这五分钟是一个鸡肋时间 以前这种暂停我也不太理解 他们说是因为计算机的原因 怕这个集中报单 把上交所的服务器给击垮了 所以今天上交所、深交所都要做一个压力测试 保证券商过来的指令 交易指令顺利的执行 当然这个事情我觉得在技术上 真的不是一个事儿 都不知道当初设计者是怎么设计的 还有些人还恬不知耻 就自以为是这个交易规则的设计者 以此为自居 殊不知这些交易规则 都被大家骂得不成样子 而现在的一个调整呢 仅仅是五分钟而已 都让这个给高兴坏了 开心死了 那这这确实不应该的了 正确理解 9点15分开始呢 这个这个集合竞价就已经开始了 跟以前也没有区别 所以关于集合竞价 是一个外行 但是我总觉得这里面 有很多猫腻在里面 能够让券商机构 在这个集合竞价期间呢 占尽 先机 当然这个游戏本身 就竞价游戏 你可以来一手虚的 他也可以玩一手实的 好多人玩这个迅速撤单 先挂单 这玩法就是让这个市场混乱 看着一个票 集合竞价涨停了 高兴坏了 把钱放进去 开市的时候帮 接挺 这种玩法就有些人会干这种事 显然这种玩法是不公平的 公平 但是在规则之下 抓了规则的空子 所以我们希望有关方面呢 尽量的听取的心声 一方面延长交易时间 另一方面呢 还是要完善规则 让规则漏洞 就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